看看新闻网 黄毅重申自己的亮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付出 不过距离去年八月爆出怀孕至今 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出现在镜头中 再次出现的黄毅 所到之处就会吸引无数聚光灯 而黄毅此次在三亚的行程可会排得满满荡荡 四月一日下午黄毅首先应邀出席活动 相比于在独占手印里上包裹得严严实实 当天黄毅一套黑色阔腿连体裤的亮相显得自信了不少 到了晚上八点黄毅则以一席复古蕾丝长裙 搭配流速披肩的装扮走上红毯 接连两场活动加上两次变装 生完女儿还不到三个月的新妈黄毅 这次可是下足了功夫 镜头前的黄毅始终精神奕奕 丝毫看不出空中飞人的疲劳状态 不过好久没穿高跟鞋的她 好像稍微有点不适应 走路时不时地需要别人的搀扶 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紧 因为第一次出来主要是活动排的比较满 然后鞋根比较高 鞋根高不高倒是其次 恢复身材可是每个新妈妈最重要的事了 不过目前还在坚持母乳喂养的黄毅 对身材的恢复倒也并不着急 面对外界对自己身材的质疑 黄毅也并不介意 甚至还会时不时地自我调侃一下 我才看到一眼 我都还没来得及跟她聊天啊打招呼 对啊我还没来得及恭喜她 我觉得所有当妈妈的女人都更漂亮的 2012年8月被曝怀孕 2013年1月19日低调淡下一女 黄毅对于家人和孩子的保护相当重视 巷子也很难一届一届跟你讲清楚啊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珠宝 只是有爱心的珠宝 就是很贴心的 我总给小朋友 太早了 不过对于自己的宝宝 黄毅怎么会不牵挂呢 虽然在媒体面前回避了家庭的话题 但是当天新月再进记者 还是发现黄毅正在为女儿的白日宴精心筹划中 这波碰到了好友莫文卫 忍不住让她帮了个小忙 家庭工作如何兼顾 这可能是每个女明星产子之后都会遇到的问题 但是目前看起来 黄毅很享受家庭的生活 而结束了三亚的行程 黄毅短期之内并不会出席其他活动 新闻在线 海南三亚独家采访